嗨,欢迎们大家好,我是老郎 回来中国就买买买 前面的话买了一个U盘 上面标的是2T币 今天的话就跟大家来说一说 移动硬盘和U盘就相关了这个问题 移动硬盘的话我是买了好几个的 这个是很久前在广州的广摆买的 好像是比较贵,花的好像900多 这是1T的 已经很多年了 那个时候买的算是比较早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这一个的话是现在也是在用的 好像买的也不便宜 然后前一段时间的话是在 在宾馆里面隔离 网购没事干就翻看了一下 这么小的这个U盘 可以存2T币的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就很新鲜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回来的以后尝试了一下 确实是可以存 但是存的东西多了 它就不行了 来回我格式化的几次 因为本身传这些图片 视频都很麻烦 传一次 传的大的都是要几个小时 来回倒腾了几次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是 应该是有问题 后来在网上搜索了解了一下 原来像这种旁 它是叫扩容旁 实际的话它是没有这么大的容量 因为这个本身买的也不是很贵 才40多块钱 我那移动硬盘的话 一T币的话都是好几百 所以说这个价格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 实际上也是收置三岁的 但是服务还算是可以 我就给他留言 我说你这个优盘存的东西多了以后 就不行了 要格式化 就存不了那么多东西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个是不是扩容旁 客服的话就说 那你不行的话 你就退回来 我们检测一下 直接就给你退款 所以说他也没有解释太多东西 但是大概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 一分钱一分货 我在网上仔细查看了一下 一些品牌的 可能是30多G 60多G 差不多都是要几十块钱的 所以说你就40多块钱 给你个两T币的 不现实 我还以为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的 为了方便 我又买了一个这个 移动固态闪存盘 现在就准备把那个U盘的一些东西备份到这里 然后就把那一个退掉了 因为经常录视频啊 什么的存素材 所以说要有个存储速度比较快的这个U盘的话就好一点 那现在打开这个看看包装还是挺好的 里面打开是这样的 哇金属的 这个看起来就精致很多的 一分钱一分货 这个的话是100多买的 等一下试一试它的这个存储速度 宣传上面的话是说 一季的内容三秒 三秒四秒 反正几秒钟可以存一个季的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大家在选购这个U盘的时候 像这一种扩容盘 就要注意一点 那也不是说不能用 那是你如果说有重要的数据存到里面去的 一不小心要格式化的就没了 所以说还是要买 就知名品牌靠谱一点的 好一点 这个的话我是花了钱买了教训 就把这个实际情况跟大家说一说 就大家以后在选购的时候 就不要再上这个档了 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一期的话就简单分享这么多 拜拜